大家好,那我們現在來實作Hashtable 在這個單元的實作中,我們還不會去處理collegiate 但是我們會去處理之前我們在Direct Access Table中 空間效率利用的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 首先,實作Hashtable第一個我們要問自己的問題是 你所可以運用的空間有多少 假設我們現在只有10的儲存空間可以利用 確定之後我們就繼續 來定義我們內部的資料結構 我們一樣要把外面的原始資料接進來 再來,內部的資料結構長什麼樣子 也是一個Interge的陣列 給它一個變數名稱叫做Hashtable 好了之後我們來做我們的建構式 從外面收進來一個Interge的陣列 然後用內部的Numbers把它接起來 這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用 好了之後,我們要去整理一下這個亂數的資料 所以我們做一個Build的方法 BuildHashtable 那最一開始我們要來決定 我們這個Hashtable的初始化要給多少空間 正如我們剛剛所說 我們已經決定好了 我們最多就能用10的儲存空間 所以這邊就放上去 好了之後我們就繞一圈 在每一圈之中 我們會用一個新增的方法 把我們這個 當前拿到的值給加進去 那我們就來實作這個方法 add 這邊把它改成一個value 因為它就是一個值 好了之後我們開始 首先我們第一步 一樣要找出index的位置 那這邊就是我們Hashtable的重點 我們會去實作一個h function 把我們的value放進去 透過某種邏輯 轉換成一個index出來 有了index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到我們最後的Hashtable index上去 value上去 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就來實作這個h function 下拉一下 在我們這邊 我們要實作的邏輯 其實很單純 就是把value給percent10就好 但其實這樣子 是不太安全的 所以我們去做一個 更安全的module方法 mod 拿進兩個數字 一個呢是你的原始數字 一個呢是你的module number return 先把n.modulem 再加m 再modulem 這樣的話會更安全 那我們就回傳這個方式 module value下去 10下去 而我們的10的真正的意義 就是我們的空間限制 好了之後就可以 透過這樣我們就完成了整個buildtable的實作方式 到這個步驟我們先停一下 去做一個測試方法 一樣會做一個 亂數的來源陣列給他用 好了之後我們來建造一個我們所做的class 另外一個instance 放進我們的來源資料 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呼叫我們剛剛所做的buildHashtable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了之後我們直接跑 跑好之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這個table 長什麼樣子 Hashtable展開 可以看到我們每一個數字 全部都乖乖的 在index0到9之間 這是因為我們的hash function有寫好 把它限縮在我們可以使用的空間範圍裡面 而我們看到我們的邏輯是什麼 我們直接把它們除以10 取一數 所以80在index0的位置 61在index1的位置 73在3的位置 29則在9的位置 看來是沒問題 繼續我們的實作 這邊我們要做 這單元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們的search search一樣會收到一個input targetValue 那要搜尋這個targetValue 我們一樣要找到index的位置 走不走 一樣要透過hash function把它轉換過來 有了我們目標index之後 我們就直接一步到位去檢查看看 我們內部這個hash table的index 的值如果跟我們的targetValue的值是一模一樣的 那就代表我們找到了 我們就把它印出來 沒有的話就沒有 非常快 那我們就來呼叫看看 我們就要呼叫這個search方式 找找看 好了之後 直接跑 可以看到我們真的找到29這個數字 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這邊用了hash table的方式 讓我們的空間運用非常有效率 比如說這邊只有10的空間位置 不論我們的數字怎麼變 他們都會落在我們可以運用的空間範圍內 但是這邊有個缺點 假設我這邊多了一個數字叫39 我們會發現29跟39 在hash之後 會放到同樣的index9的位置 那就產生所謂的collision碰撞 這是我們目前這個hash table 仍然沒有解決的問題 我們之後會透過兩種不同的方式 來解決它 那本單元先到這邊結束 所以真的會所營焦燥通過 在哪一周OK 看不見 是那 see hertz 所以 明星期待 很多